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系美人三国杀 国战提高班 这是我们的第 第几期 第五期视频吧 就是前面几期的问题 蛮多的对吧 找路像半天找不到 然后自己 要打的局很多时候 因为时间过得比较久远 对吧思路上面的问题 打法上面的问题已经忘了 包括上面细节对吧 牌子有几张都没有数清楚 刚才有一局太后 我当时的手牌是九张 我说是八张 然后我当时手牌还有另外一局 我太后是七张六张牌 旁边下架鲁树并换不动我 我还在说下架为什么这鲁树换不 不换我这么牌就不够 他怎么换他没办法换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讲解还不是特别 一个细致啊 对吧细心的观众也应该能发现 当然我们这些地方都会 进行一些改进 主播平时在熊猫直播 平时如果大家 有在熊猫看直播的习惯 你可以来来我的直播间 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放的一些局 都是在直播的过程中打的 以前我自己打的一些局 在自己的大号上 并没有保存下来 好吧 今天我们放三局录像 我们会 对对所有的武将 做进行一个合集的视频 就是太后的 然后鲁树的 潮批的 袁绍的 周泰的 各种各样的 对不对 这期我们就是鲁树的视频 因为鲁树 这个武将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喜欢的武将 啊这里 选拥框出来之后 有鲁树 周鱼 孙策 周鱼 孙策是一个选择 有助量逼合 鲁树 周鱼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我 选的是这个啊 因为孙策 他的一张牌的防御 那张激阳 对我来讲 我还是比较看重的 嗯 我们讲一下鲁树这个武将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武将 我之前在没有打国战之前 嗯 玩身份局 特别喜欢玩 鲁树 特别喜欢玩鲁树 就是三国沙里面有几个武将是特别具有操作感的武将 这种操作感 就是他 会 对吧 各种英雄嘛 你都玩鹿啊鹿也好 玩刀塔也好 你感觉你的哪些武将就玩了 玩了会让体验 让你有体验游戏的快感 其中一个 我认为有几个武将 我认为武将 武将 武将 和鲁树 尋由尋由 老祝克亮 这几个武将 我觉得是 有操作感的武将 不像什么不练士章鸟 就很古老 好吧 而且鲁术也是也是个特别强大的武杂 什么情况下打大国做不到啊 我并不能绊倒 但是鲁术就能绊倒 都可能会绊倒 我选的是个鲁术 身侧灯爱上来顺了一下 我然后就忙了一个人 忙了一下就看起来特别像我一样 反正在路人局的打法嘛 大家玩卫国的时候 玩卫国不浪和血有什么区别 必须得浪 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 但是这个卫国 当几年出来一个三线两刀的时候 就感觉我们这不是没有动的啊 不要看到有三个卫国 出来要耗施要抵萌 要怎么样 要给甲雪换海 因为还有两个暗将没出来啊 我们鲁术这么强大的一个武将 过早的暴露自己实力 让或者暗大暗将 还出来一个卫国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优先的击杀目标 没有必要啊 暗将去录了一下录了一下 咱们脚子这个看来飞去 那我特别希望它是我队员 当我自己玩卫术的时候 我就特别希望 暗将是个队员 它存在的价值倒不是能贡献多少输出 或者干能干什么事情 最主要的贡献就是 对吧 少留点牌 让我换风 把能换风 鲁术动两轮动一轮 两三四五轮 大国就攻不打 打完大卫打大拳 所以在这边看来 这个暗将到底是一个卫还是一个无国 他反正就不是数了吗 那是数了他就出来了对不对 他要不就是个卫 要不就是个无 我留了一张自己的笔 想去看一下结果 哎 被他给无卸掉了 我们我们耗施了一张自己的笔给 灯爱这其实 可是不是可以不耗施这个 但是我万剑得我杀伞必须得留 甲雪的乱骨并没有开 对吧 我一张伞必须留着防御 暗然相会 就杀伞我必须得留啊 不过是很给力的是 貂山张小并没有被这个司马登来打死 如果被这司马登来收走 对我这个比较好的消息啊 但是司马登来打的也特别弱 他想的是 我打死这个张小 这个马登不厉害 那现在 大卫崩了之后 大群又崩了 当然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猥琐的 有个点 可就没牌了 是会上上上群的局 但是麒麟也不是 你不是闹着玩的 他拼两次 就拿着一个 拼拼拼拼死了 现在进入了一个 打司马的局 反正反正这里也拆 栏蛮满留着看什么时候 消耗这个 灯爱的状态 可能掉他一血 给杀伞给马登对吗 让他留个防御 不被这个司马马上激火打死 反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耗尸了 这个放蓝蓝蓝 我这里认为他可能没有杀伦 掉他一滴血 然后反馈我 没 无所谓 因为我手上有一张无懈可击 他的一张田只能 只能对吧 送我一张加一马 那另外一张还想送我 滚田可充盈军资 咱人正法 马登这里竟然先激进了举手啊 你没有拆 你又怎么样 注意点 然后他拿那个司马拿了一张红牌 拿那红牌把这个乐子箱改出来 手上有三个田 这还是有点可怕的 这里我想了一下啊 嗯 最后还是拿了一张杀 既然既然的时候 拿既然一张桃 这样桃很很麻烦 那这里不会去地盟对吧 你把这个少牌的换 换 把马盘的牌换回来 也不大合适 晚了 可就没牌了 早入蜀都 先到先隔 可就没牌了 其实我这里 如果我是司马 我是司马 东海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去顺这个马桶几零的牌 看能不能把几零马桶给打死 打死的话 他 当然 我手上有逃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司马 东海打的也没问题 对吧 我先要回血 血都回不了 谈何单挑呢 那在这里 顺着我一个桃还可以 对吧 那那桃 算我并没有留 我一个桃 可能会处理掉 但是啊 既然来了一张桃 这张桃 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没办法 但是三个田又能怎么样 我们通常 通常看我直播 比较长时间的观众就发现 主播非常藐视 对外这个武将 对外这个武将 真的没什么用 给他两个田 三个田 四个田 他又能干嘛 干不了什么 因为他去顺别人的牌 看起来 顺手牵羊 刘皮刘皮 但是别人一般 当你有灯爱的时候 别人会刻意的对手牌 刘的牌进行调整 不会给你刘一些K牌 比如说还给你刘头 刘落 刘决斗 输出牌 不可能的 你去顺到的牌 无非都是一些防御牌 刹山闪闪 没有用的一些牌 来来来 然后这里运气也特别好 拿了一个顺 两张猜 一般情况下 没有外游之位 没有无限的时候 都是先顺再猜 先看 先看位置牌 再来去排行 排行 这里就不用 这张猜 这里注意 注意当时看 也是在直播的时候 就有多空说 这里是不是 要先猜一下马堂对吧 防止他救 这里他不可能有桃 他有桃 他就自己吃了 所以说这张猜 没有必要去猜马堂 一定不会是桃 他有桃 一分分钟就啃掉了 还给 还可能给司马丢呢 并不可能 一张杀就能把他拍起来 然后这里留牌 注意 我们把我们身侧 虽然是基杨 需要一张红杀 对吗 来涮红杀 来激昂 但是这里一定要留两个大点 但是马堂起零 大概率 他想通过这一轮来击杀我 他只有这一轮的机会 他等下一轮 就几乎就无望了 所以他来拼我点的 可能性是极高的 所以说手上 一定要留两个大点 这张猜 两个大点 都是对我 孙策来讲 都是一张K点 这里我是用一张杀去拼的 因为我还是想把这张猜留着 这张猜我可能对吧 找到一张杀 我四张牌的过牌 还能找到一张杀吗 大概能找到一张杀 那一张杀就能把带走 就赢了这一局 鲁树顺策的毒苗 本来我之前还有很多鲁树局 也是毒苗 鲁树这个武将 毒苗的时候 真的是在钢尸上面行走 就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操红的同时 保证 保证大国不来击山里 你还能保证活到残局 到了三人局的时候 同样具有极高的操红 到了四人局的时候 别人也很想弄死你 就这个武将 毒苗 我赢了很多局 都是在钢尸上面行走 但是很可惜 好像并没有保存了 我们再看第二局 保存了的 是在字号被磨杀掉了 这里的选将就只有这个鲁树周局 没有其他选择 有个属国的选将 这是哪个号打的 还是这个号 他先露半边脸 然后来让你杀 杀的时候再 这也特别给力了 帮我们处理掉一个草皮 草皮这个武将 我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 他是我敌人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 他的能力比一些什么 司马国家 还让我恐慌 我在路人局的时候 很多玩家会去摊人头 摊人头的时候 摊着摊着 这里为什么留牌啊 就很多人玩乳术的时候 玩巡域巡域巡域的时候 我讲一下 他们老是喜欢空城 他贪图更大的 耗施 然后更大的截敏 他老是喜欢空城 你暴露自己的 是个空城的状态 就极有可能勾起暗将对你的杀心 和敌意 然后你这里一旦掉血了 所以说我一般手段都是会留牌的 你留牌 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悬念 你不留牌 别人就知道你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可能来打死 我一般都会留一张牌 留两张牌 我即使知道这张牌 可能会被拼掉被顺掉 我可能都会留 真的你一张牌都不留 你暴露自己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明摆的告诉别人 你什么都没有来打死我吧 本来在过家许暑这里 这波是完美操作就可以扑死全世界了 他连那个这个 然后他的铁锁没有连 没有连流扇也没有连其他人 本来一个铁锁电话 就直接收全场了 在靠他这一波就直接收全场了 不知道打了什么东西啊 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这穿心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有可能是个叛徒 整齐浩礼乐善耗施 我们这里选择耗施 耗施加英姿对吗 可以拨拨拨七张牌 再分一半的牌给这个刘善 小胖反正在放全场牌也用不了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找陶 然后留了一颗九 在这一波废牌都是废牌 让他有一张牌的时候 我们同样可以选择 这里这里我选择地猫 这里我选择地猫 因为我想去击他张张脚 张脚还是一个有可能回报 我愿意和这个国家许楚单调 我愿意和这个国家许楚单调 我的国家许楚 能不能是对我想拆掉我的加英 或者是八公斤下来突我了 国家也捨不得丢 但是你这轮逃得过穿心 你下轮能逃得过吗 这个张刃马腾已经对我表现的敌 他说鲁树 哎你不用垃圾顿吧 我下回就传你 哈哈哈哈 先人而后击 联盟祭祭 这里我还是考虑 压一下国家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 他对我有敌意 他拆了我想 想来拆我的加英 我想趁他中恶的时候把他弄死 我想趁他中恶的时候把他弄死 这马阵张刃还是帮了大马 反正就防御技能了 然后这里特别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作为刘善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慢慢的回状态 因为现在我要打的人 是打张座马腾 并不是打你刘善 刘善你现在来招惹我是不大合适的 这个事情 因为你自己都要死了 你自己都没有状态 我一个鲁树周渝要打死你 还不是分分种的事情 他怎么敢来惹我 我已经耗失了多少能给你牌 对吧 一直在给你地盟 一直在给你耗失 就现在在我的前 潜意识里面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突然背叛我 那我怎么允许这种背叛 那我一定先优先的会打死你 本来说马腾一直要打我打完 我就可能会不会不会去管马腾 你作为一个一血冰死的人 你既然还有空 还有心情 来打你的盟友 成绩你的好朋友 对吧 你先把血线回起来 回上状态 你在你在考虑 你打打不打我事情 对不对 这是在作死啊 刘善就是在 大家玩国战的时候 做一些一定要死啊 你别别做些这些 别做这些让自己崩溃的事情了 他我要打死你还不是分约重的事情 我都用着反击 把这个叛徒给解决了 我们现在来解决这两个白板 这许楚就不开心了 你要穿心我国家 张润这个武将的必顾就出现出来了 你要穿心我那我就打死你 但是现在张润张润马腾 拿着一个灌死啊 号称要来穿我的周鱼 这铁手就让他让他脸 我这里就直接把周鱼给扔了啊 因为在我这边看来对吧 你这个我这一身装备 八卦阵 青钢剑 加减一 这身神装不可能丢弃 就很多玩家会保 保了自己个白板的武将 什么潮红啊 潮人啊 然后他一身神装 然后把一身装备扔了 不舍得断 你这里把这身装备扔了 你下回合还是会被断的 对不对 就像这个许楚国家一样 你找断找超生 找投胎找好 你别搞得半天 在那儿 掉一边掉自己血 一边扔自己的神装 你还怎么赢 我单靠一个鲁术 就可以玩弄这两个人 我一鼓掌之间 我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咒语 反正这个叙述也是 特别想弄是这个麻烦 我们一个单鲁术打你还不上 有两个蓝蛮 这样就很简单 一个单鲁术打一个 居处还不简单吗 张恩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不对 参调了很多很多人 那么现在单挑了吗 就很简单 手上很多玩家在单挑的时候说 哎 有的时候你流淘 好像没用啊 你们流沙闪 有用啊 注意在单挑的时候 你手上留着有桃 就首先一点 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你除非你被韭杀打中 然后被贴乐的时候 你才不会崩 这是其一 其二啊 你手上有桃 他就摸不了桃 你手上有桃 这个桃就不会进入七排队 你扔了再进入七排队 他就可能找到桃回血了 说真的桃不要在单挑的时候 随便扔桃 很多朋友他老是在说要扔桃上桃 在右 特别是优势当中 是千万不要随便扔桃 他也在垂死挣扎 我觉得我也是士兵 你也是士兵 凭什么我这士兵打不过你的士兵啊 但是你使士兵非比士兵 你的士兵只是个许楚 是个满夫 我的士兵是个自将 可不一样 这里可以 其实这里可以打一张无险可击 打个无险可击 出去 对吧 完美好使 反正无向无险可击 不舍得打 优势不屑 优势不屑 留在手上 反正留着 没问题 好我们再放 再放局 很可惜很可惜 我真的很可惜 我自己的那号 我的朋友 那个录像圈里面分享的局 都很妙啊 很精妙 结果 并没有存下来 有几局很 这这今天的这三期 鲁树 谈不上特别开轮 只有我有几 有几局鲁树小乔 真的是特别拽 也是同样是鲁树小乔 我印象中真的很拽很拽 不会特别喜欢玩鲁树小乔 因为他能给鲁树一个 带来一个防御 别不愿意打小乔 然后鲁树会 让他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太可惜了 这这个他妈的改版 改版把改版把录像圈的录像全部给磨 抹杀了 杀神未处 你我这真心下大 谁用我雷公助我 也好 这关键头很铁 无懈可击 其实很多时候我不建议不建议换鲁树 很多朋友在玩国战的时候 他打了一队输出之后呢 就把鲁树给扔了 你如果是有挂坏了 你怎么这样呢 国家阿关神机 司马神机 鲁树 鲁树对吧 大乔 不不不不 书小乔 你把鲁树留着 你下轮再吐吗 对不对 没有必要扔了 他装高端来 我扔了 我只用一次了吧 这张他对我有伤害我 我只用一次 但是很多时候 这张这张鲁树 并不是这么容易被弄掉的 把我们的gag 出来一个93 打死国家 这个152特别神奇 跑过来冰了我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套路 菜啊 这叫我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跑过来冰了 这里这个冰中了很惨 因为我手上只有一张柴 别人砍我一刀 送我一刀 杀我一刀 我就要掉血 这小桥就亮不出来 不过还好这里添盼了 添盼这里就没有必要移待了 然后我他自己自己看的是我副将 然后7杀 就很像一个5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可以出来开团了 这里没有杀中 我觉得这是这里可以出来开团 首先我判断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5 他没有表身份 但是他是个打法 他是非属的可能性比较低 他也是非位 就 不不不 就非属 这他这里我给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他是非属 他可能是场上有队友 也可能是个卫果来压制我三行不卖 反正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感觉他一定是个非属啊 当时 然后这边看了我鲁树没有出杀 我觉得他大概率是队友 而且这里出来对吧 能是完美好时 加黄盖 能进行地盲 他只有一张牌子三张牌 拆开一道 但是这个队友其实真的很奇怪很奇怪 他上一轮扔了一张杀 然后这里空刻一个九步出杀 这里 这里当马超月音去杀黄盖的时候 黄盖已经出了一张伞 出过一张伞 但是他只是 然后这是一 这是黄盖帝蒙过去的一张牌 这张牌是两张伞的概率是极低的 所以说张脚手上并不可能有伞 而且即使有伞 他能哪击吗也不能 对不对 在这里然后空刻一个九步出杀 特别神奇 不知道他干嘛 万一带了这五六剑我想留一下 避免这个徐胜这个斗逼去距离 然而这里又开一个桃 那只能留三个桃 战云这个武将还是 天下大势 唯有我 尽管放马过来 啊这里出了一个点尾越境 远交进攻 无懈可击 带末将不下移成 以退草贼 替我挡着 这里他说弹黄盖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这个玩家胜利 我是瞄了眼儿 只有30不到的胜利 这还叫我打牌 对吧 怎么可能去弹黄盖 我这里要地盟 我怎么去弹黄盖 然后你也这你这副将也不亮了 我认为你记得涨了这么多人 你空喝一个酒 啥也不错 我认为你手上有糖 你能把血钱撑满 所以说我给你一张牌 这谈也不可能去谈 要谈也要也可能去谈月音 对不对 但是谈月音的话 我这里不是不是完美好施 只能摸两张牌去 我只能选择一个人还 我谈月音 那给他三张牌不好 我只能选择换吕布的牌 或者是月音的牌 然后吕布的牌是必换的 为什么这 因为我们的两个队友在铁锁上面 如果让吕布的手牌 展的这么饱满的话 这里出张杀 配合一套雷琪 这两个队友直接就只螺旋爆炸 所以说吕布的牌是必须得换的 那必不可能去谈月音给他位置牌 也不能去谈点尾对吧 给他位置牌 因为他马上即将在行动 所以这只能去谈这个许神 要不就不谈 扛这一刀 但是我又怕被自己被乐了 又怕自己被乐了 因为这是一个新牌队 我印象出好像是有乐不思绪的 如果他再来强袭 我再谈一次 我就能完美好事 主要是我怕被乐 然后他本来有 他本来是是有一把刀的 他把刀给扔了 他现在告诉我没距离 然后我就告诉了 就给他我 我已经亮相了 爸爸 这里打团的时候一定要双亮出来了 能不能快点啊 你这个徐胜孙侧 互相我也看不见什么 这里消耗张角 一定要把张角 吕布的手牌打得 打得比较的惨 因为你让他状态比较好 人春两张牌 就极有可能出现一套雷击牌 出现一套雷击牌 这铁手连环就炸了 我们的环盖 刚当时的铁手连环 他重铸了 这里一定要解了 特别怕有一套雷击牌 一套雷击牌 你两个在铁手上面 一套雷击牌 就带你们飞 然后这里出杀的时候 他他掉血了 他真的一张闪了 手上一张四张 零的无血可击 但是我这边看来 我宁愿他不掉血 无中生有 顺手牵羊 因为我一半的概率 能天度出来 无血可击 桃园结义 这里这里没有选择地吗 因为这环盖 我手上三张牌 这环盖被热了 他牌也用动不了 保佑无儿之基业 叫他也添多了 这环盖的牌 我是不着急去换的 因为环盖的牌 为什么不着急换 主要怕的牌 是他摸的牌 然后动的牌 他那剩的牌 说明手上没有爆发牌 也没有几张牌 所以不着急去换他 这里就没有去换这个人 没有去换鱼 也没有去换点尾 过河拆桥 杀 带末将不下一城 以退曹贼 火攻 这里这里可以考虑天香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其实这里可以考虑天香一下 天香一下铝布 这里是打着有问题的 这里打的有问题 我应该把这张红牌 但是当时我觉得点位 还能强袭一下 我还能还能出一个桃给换盖 出一个桃 然后完美好使 就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就没有天香 这里可以考虑天香 天香一下天香一下 好上角 对吧我就 或者是月鹰 天香下月鹰 我这里是能摸四张牌 就是能换得动 能把月鹰所有的手牌换掉 这里看来还是应该 应该应该天香的 就是我觉得啊 反正这觉得我觉得 他应该还会去强齐 我能弄完美好使 但是这里是什么完美好使 帝蒙的收益不是特别的 还是两张牌换一张牌 当然我存牌存多点 也有也有其他的有趣 这里出现一个连罗 那我只我能帝蒙 刚好 我连路能把这个点位打死 同时我还是手上能存一张牌 因为你如果这里 选择是弹他的话 我手牌就会被打空 可能一张牌都不能用 然后这里天香我挂了 手上有天香牌 我可就可不挂了 而且他们在回合外 还可以对我进行舞牌 没有 顺手前扬 这个身侧徐胜一直打的问题 他有两轮是扔杀的 然后这里的不给牌 一定是给黄盖牌 或者去 扒一下这个人的牌 这张角 给黄盖牌是最好的 因为黄盖还能扒一轮 然后他把我腾起来又给送了 这个徐胜的身侧打的有很多问题 他扔了几次杀 扔了两 有一轮没有杀 然后第二轮扔杀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样就脸牙乱振 当然月鹰还是有 还是有可能空手牌 启动爆发的可能性 好吧 嗯 其实就是 哎呦有两局可惜了 这几局的鲁术打的 其实没有那么开轮 没有那么开轮 只是给大家讲一些讲几些失路 我有几局特别屌的鲁术 我没有没有 我看了一下我录像这个 录像好像没有那几局鲁术 因为我存的存的都会 有明智的呀 没有 一二三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可能我还有七十盘录像还能做三三十七到四十七的视频 那我同时也在直播 视频也会陆续的跟上 嗯 希望我的思路和打讲解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地方 就我存下来的局不是那种一波七年展或者怎么样的局 一般都是当时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或者我当时觉得有思路给大家分享的地方我才去才会把这个录像给保存下来 那种张飞对吧 缠写的打工这种局已经没有存了现在 以前才开始玩国家的时候喜欢保存那些局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会给大家着重讲解两局思路局 就今天的凑合吧这些视频没有特别的精彩 下期会给大家带来超精彩的两局思路局 好吧 嗯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三国杀提高版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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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